嘿欢迎回到九九的频道 我是九九 今天早上起来 感觉真的好冷 然后我看了一下股市 也是跟天气一样 那么冷酷无情 已经连着跌了好几天了 最低的时候 我看到已经跌到3800多点 就是标普500 我的理财顾问那边出来的消息 还是挺准的 那其实呢 我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就叫我的理财顾问赶紧做空 结果呢 他就差那么一哆嗦 就差了可能几分钟的时间 没帮我买上 然后呢 礼拜一的时候 我就立刻打电话给他说 我们是不是错过了一个亿 然后他说 对我们是错过了 然后就跟他说 千万不要再错过下一个亿了 让我叫他赶紧入场做空 我也会在这个视频的后面呢 跟大家讲一下 我买的是哪两只 一只是一倍做空 另外一只是三倍做空的股票 所以大家记得 一定要看到最后哦 其实头几年呢 我一直是反对买股票的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说 现在这个大环境这么差 那股票怎么能涨得起来 结果他就真的是 每年看着他涨啊 那为什么我就当年就认定 不要炒股票呢 其实是因为我大学完了之后 第一次入市 然后就是血亏 就亏到就裤子都剩不下的 我是在Washington Mutual变成Penny Stock之前的那一天 买的 还有Bank of America 那个时候就是也不知道呢 没有任何的经验 然后呢 我当时存下来的可能几千块钱吧 就都投进去了 因为大家都说要投资嘛 我当时就是被这个事情伤到了 他心里有障碍就一直跨不过去 就幼小的心里受到了伤害 然后我卖掉之后呢 那IRS就给我来了一封信 说你还得报税 我说我都亏成这样了 怎么还要报税 因为我其中有一只股票赚了 还OK 然后另外其他那种都是血亏啊 但是呢 因为他减完之后 发现说还要报税 我炒股票炒来干嘛呀 就好像还亏钱 根据巴菲特的那个投资原理嘛 就是投资第一不能亏钱 第二也是不能亏钱 第三还要看 rule number one 也就是不能亏钱 那个时候呢 因为我觉得说 反正还年轻嘛 我就做其他方面的投资算了 所以我一直这几年都是 就是几乎是没有投任何的股票 还有就是 当有两个小小孩的时候 他们生活都不能自理 我做妈妈的就得帮他们理 那真的是没有时间 19年疫情开始 一是带孩子 还都在家没时间 然后呢 觉得说这经济大痕迹都这么差了 这个股票怎么可能起得来嘛 结果我就看着他哗哗的往上涨 然后我这个心里其实也不好受 就感觉真的又是错过了一个亿 当时就真的没有想到说 美国就是的力度这么大 然后你看我们周边的那种小生意啊 就是plaza里面的那种小的店铺 全倒了 可能只剩一半吧 现在 真没想到说 居然美国他还能印钱 然后把这个钱的全部投到股市跟房市里面去 看着股票跟房价就一路飙升 升到现在 我是觉得应该已经到头了 连股神巴菲特都说 前几年的股票都像赌博一样 所以像我这种小韭菜也不敢进去啊 那为什么现在我又决定说要入场了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已经看到他要往下跌了 你难道不做点啥吗 你都知道他是要往下跌的 然后机缘巧合我又遇到了 我现在在大摩的理财顾问 然后我觉得他人很好 然后我们两个都是宝妈 然后觉得很多地方都非常相似 又特别跟他好聊 每次跟他聊天 我都觉得特别开心 特别定 所以呢 我就觉得说还是要开始关注一下股票 那开始关注之后 我就发现说 哎呀 这个大事不妙 那我们赶紧做空吧 于是呢 我就其实在四月份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帮我买做空 帮我买做空的股票 帮我买做空的股票 但是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就看着这个股价一路飙升 然后我心里面又是不怕受 我说天哪 我这个小韭菜是不是买啥亏啥 但是今天已经连续跌了 应该有四五天了吧 我就突然感觉 哇自我感觉良好啊 我觉得我可能跟大部分股民是反着来的 大家可能都是在19年的时候入场嘛 那我那时候就没有入啊 然后现在要跌了 我觉得现在反而是个时机 那其实我的理财顾问 他是在刚刚跌了 我就赚了大概一点点钱的时候 就帮我把那个做空的股票给卖了 哎呀我当时就是想说 其实不卖也行 我无所谓的 我觉得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下 就等着他跌吧 因为他那两只股票呢 就是说没有margin call 不会说他涨的时候 你还要跟你来做这个margin call的 那后来呢我又想一想 可能自己还是得 就是把这个掌控权抓在自己的手里 虽然有理财顾问他给我大方向吧 但是我觉得有可能 我这个随便扔飞标的猴子 看大情况还是ok的 我是不是那种天天盯着股票的 我就有说看一下 就是大情况是怎么样 怎么要知道大趋势吗 因为如果是天天盯着那种 我觉得我受不了 其实我有这个自己要进入股市 这个想法已经想了很久了 那在这个时候呢 突然有一家公司找到我了 他就叫做mumu 然后我本来是不知道这家公司的 其实有好多家投资平台 都有给我发email 然后呢因为我也不懂嘛 我就问一个在上海的同学 那他是老股民了 然后就是什么东西都知道 然后我就问他说 你看这几家哪家是最好的 最适合像我这种不是很贵投资的人来用的 然后他就跟我说 你就选mumu好了 mumu不会错的 然后我就跟mumu联络了 后来我又问了一下 mumu跟我联络的这个人 就是说那mumu有什么特色 是值得大家花这个时间去注册 然后去把钱放在上面的呢 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以下几点 这mumu呢是现在香港证券类的股票里面 排名number one 第一名的 腾讯在里面放了一亿美金 所以呢他是一个很稳的公司 不会说你把钱放进去 他哪天就不见了 然后其实其他另外几家 像老虎啊 微牛啊 AUM都是在他后面的 而且其实老虎也有联络我 我也特地有问过我那个朋友说 哪个比较好 然后他还是觉得mumu的话比较适合我 mumu呢他可以很复杂 也可以很简单 我等一下就会带大家去看一下 怎么样去注册账号 那他还有一个优势呢 就是像这种英文市场 比如像Robinhood啊 然后其他的这种证券公司没有 就是说他能看港股跟A股 也能投资港股跟A股哦 所以他是你注册一个账号 你可以比如说你看好了国内的市场 或者你想做空国内的市场 你都可以在mumu上面注册 一个账号你可以做三个市场的 而且他是没有换汇的问题哦 但这个只是针对现在在美国这边的客户群 我看了一下我的后台数据 其实我的订阅的人数 70%都是来自于美国的流量 说实在话那个 我讲的话题可能也是跟美国这边比较相关嘛 mumu的还有一个优势就是说 资讯是实时更新 而且是有中文的 那像对我们这种从小看中文看到大的 我觉得我还是读中文是比较顺口 我读中文其实比读英文要快很多 那他还有社区这个社区还是有人管理的 不像其他的有些品牌 可能这个社区就没人管了 还有就是他有很多好用的图表 那我都会到时候一一给大家分享一下 mumu开户就送你一股股票 这一股呢是抽奖 三美元到三千五百美元不等 我的影片下方会有邀请链接 记得一定要用这个链接啊 在描述栏呢 你可以点一下more 你就看到我里面其实写了很多东西的 看到mumu的网站之后 要用浏览器打开 那mumu现在为了抢占市场呢 所以能够最高送你五股的股票 开户就送一股 存一百再送一股 存两千再送三股 所以一共五股 那对于我来讲其实是刚刚好 因为我真的没有股票账号 所以我就直接sign up了 还送股票 那不拿白不拿 我这个贪小便宜的人怎么能不sign up呢 他还给你玩个小游戏 看看你是不是个正常人 是美国的就点美国 不是美国的点others 填好明信生日国籍之后进入下一步 美国的需要social security number 设案号加你的地址 然后进入下一步 之后呢 就是看你的employment status 就是你的雇佣情况 尽量如实填写 那不如实的话 应该也没人怪你 所以还是自行斟酌 我看那种百万级别大youtuber 个个都有这种股票债券的公司 跟他们合作 所以呢 我这小youtuber居然有人来找我 我觉得我也是很欣慰啊 所以记得一定要sign up 因为我是没有收钱的 那种大youtuber 他可以一个篇就charge你 一万到两万美金呢 但是我是没有钱收的 所以只能靠大家sign up之后存钱 我才有一些微薄的收入 他会问你收入来源主要是从哪来的 然后收入大概是怎么样 就大家随便填 尽量真实 不真实的话也没人怪你 所以填好之后呢 交上去关键是要存点钱进去啊 这边呢是18岁以下的需要得到父母的同意 所以这边呢有一个yes or no 但是如果超过18岁你就no就好了 最后两个问题就是问你有没有家人是在股票公司工作的 那就是说怕你作弊 你如果知道内幕的话 那对其他人是很不公平的 最后一步就验证你的手机号码了 验证完之后呢 就下载一个mumu的app 在appstore里面你找到一个有点像放大镜的这个 然后填写mumu去搜索 下载完了之后呢打开 然后点add funds 也就是要帮里面存钱啊 在这里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有闲钱才拿来玩一下 这个小赌疫情大赌乱性 如果温饱都没解决的时候 就千万不要拿这个钱出来玩 那如果有一点钱钱呢就放个一百 那有多一点钱呢就放个两千 如果真的是很有钱很有钱的 那你就放个一万 那这边要设置你的密码 这密码挺重要的 千万不要忘记密码 因为它所有的交易的时候都需要问你密码 那说曹操曹操就到 那你交完之后呢 你第一步淡完之后 它就让你加一个银行账号 那同时间要你输入密码 如果万一你忘记的话 你就加不了银行账号了 那下面这一步呢 就是要去连接你的网上银行了 那有什么银行可以跟你连接呢 Chase Bank of America Wells Fargo City 这板上的全部只要是在里面的 你都可以连上 只要输入你的用户名跟密码 就可以连上了 非常方便 用手机就可以操作了 那最后一步呢 就是要输入个验证码 因为它要证明你就是你 所以它会发一个短信给你来验证 那确定好信息之后呢 就记得要点个框框 然后connect连接就好了 然后选好你要打钱的账号呢 就开始操作下一步了 我最近是把闲置的衣服和包都卖了 所以稍微有点钱 就多打一点打2000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我可以录一集专门是讲 怎么样去把闲置的这些名牌包 跟衣服给卖掉的 非常方便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 记得要留个言 然后让我知道我要不要录哦 你看这边又要密码了 所以记得一定要记住啊 要不然的话就操作不了了 那看到这个页面呢 就知道说已经成功了 它会给你立刻有一千块钱可以用 另外那一千呢 可能要等几天才能真正过户 我们怎么样把它转成中文的界面 先点一下自己下面的小人头 然后点一下general 再点一下language 之后就可以把它变成简体中文版 或者是繁体中文版的了 同样还是在我的小人头这边 你能看到我的奖励 点一点进去看到抽奖机会一次 立刻领取就可以转轮盘 看看能抽到哪只股票了 那我从小呢 就是没有什么运气抽奖的 我唯一中奖的一次 是去参加Tony Robbins的一次 学习的时候中到了一张CD 所以同样这一次 我也是赢到了最便宜的那张股票 也就不到三美金 另外的四只股票呢 是需要等钱真正到账了之后 才能再玩轮盘的 那这个app里面也有很多图表 你可以看的 还有好多东西我也看不太懂 所以以后呢 要跟大家一起学习 那它上面呢 还有行情资讯 好友 这些东西都挺多的 所以没事就过来逛一逛 看一看 然后在主页的下面 点交易的话呢 你还可以搜寻一下代码 然后关注一下 你想关注的这个股票的行情 我现在关注的一个是SH 你看又来这个密码 所以密码多重要 必须要记得哦 要不然的话 根本买都买不到呢 那我这集呢也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买了什么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买的那两只股票吧 一只叫做SH 另外一只叫做SQQQ 所以拿笔记下来了 这两只呢 SH呢是一倍反向的 然后SQQQ是三倍反向的 那我后来还问了一下我的理财顾问 我就问他说这个会不会有margin call 会不会让我补钱贴钱呢 因为你要知道如果真正做空的 自己去做空的话你可能要贴钱进去嘛 就是万一他跟你买那个方向是反的的话 其实风险挺大的 那这两只股票都是没有margin call的 所以呢就等于说是你买入的那个点 跟你卖出的那个点 他呢是譬如说S&P往下走的时候 他是往上走的 所以我觉得就这样子的话 就减低了我自己很多这种不会做股票的人的风险嘛 我只需要知道说我进入哪个点 然后我出来是哪个点就可以了 那还有一样东西就是要跟大家说明的 就是他虽然说是一倍的反向跟三倍的反向 但因为不是我们自己在做空 这两个指数后面是有人在帮我们做空 所以他一定有一些损耗 所以不要期待太多 这个大盘如果跌了50% 你也不要有期待说他就能涨50% 如果你的期待没那么高的话呢 你就会比较开心 那你也知道股票投资有风险 有网友问我说 那如果我听了你的 然后呢赔了钱 你负不负责 那我要秉持渣男的态度 不主动 不拒绝 不负责 所以大家投资需谨慎 你自己斟酌要不要买 要不要入场 我只是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投资 而且在这边再一次声明 我不是专家 我也是个投资小白 虽然专家有时候还没有猴子投的准 但是我看到大趋势就是 现在往下掉反而是一个时机 因为有很多那种大V 就是YouTuber 他们都说其实在往下掉的时候 你反而应该要开始做dollar cost averaging 也就是你每个月应该定期的 在这个股市里面投一些钱了 那这也就是我接下来要做的这一步 就是定期投钱 这也就是我这几个月的投资计划了 就是现在我先把它做空 等到它跌的差不多的时候 我是估计啊 应该会在六月之后 就是各个公司 第二季度财报出来之后 肯定还有一轮大跌 因为大家都能看得到的嘛 就是现在已经是这个势头这么不好了 那下一个季度的这个财报出来的话 我估计也是一片血红 所以等到六月之后 就各个公司的财报都出来之后 那个时候可能会开始要做一些定投了 而且呢 它掉的越多 你就要往里面放钱放的越多 它的理念就是说 其实涨的时候投 你可以少投一点 你越跌到股底的时候 你就越要多投一点钱 因为股市没有人能够真正的预测 它能跌到哪去 所以在往下跌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入场的时机了 那万一你错过了股底 至少你也知道你每个月有定投 然后你越低的时候 你投的越多嘛 那六月之后会投什么呢 那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啦 就是不要错过我的任何一个视频哦 我们这个是一个娱乐的节目 但是有一些些知识性 就不一定说得准 但我之前那几期视频 其实分析还是蛮多人喜欢的 那毕竟我在美国已经二十多年了嘛 就是再怎么样讲 坑还是踩了不少的 到时候我还会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踩过的坑 我读中文其实比 我有时候还真的没 两个月呢 我开始做YouTuber 我真的觉得什么事情都不容易 像我要申请盈利 结果被拒了 我看了一看 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之前孩子的照片放太多了 所以我就把它隐藏掉了 但是下一次申请呢 得要在一个月以后 那这段时间 其实YouTube还是在我的视频上面打广告哦 内容创作者都不容易 所以没办法 只能接点广告了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我还是会努力做好每一支视频 每天只比昨天进步1% 我刚才会变成了 你还没办法 你还是会努力做好吗 那么你还会努力做好吗 我还是会努力做好吗 你还会努力做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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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